释迦牟尼三步大法 一步就是教给你寄身成佛的方法 第二步就是接引法 特别是黎挂运着二十年的特殊时空 正在转变 正在转变 天盘会给我们一个对接的点 以前我要把一个人破瓦 把他的神识迁到极乐去 这个很奋励 为什么 离此十万亿个佛国 才能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去 他现在在这设一个平台 设一个飞行平台 你把它接到平台 他负责来接 八大菩萨负责来接 这个好不好 掌声一下 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喜讯 诸佛菩萨 所有的圣贤 他会在我们的金马伦的上空 离这个我们这个地平面五千米的海拔高的那个点上 在金马伦的九个大风中间 大莲花开会设一个平台 包括耶稣 包括这个东方 要是佛 西方极乐世界 诸大菩萨 中国的常生天 那么中国的这些八经神宫 这些师父们的 太上老君 在那里都有 都有这个 降落平台 只要把你们接到那上面去以后 你们 他们就在那负责 我就不管了 第二成我就不管了 这个是受天命 因为之前我跟我的师父 熊春景教授 我发了个愿 我说 我这个跟师父修道有成的话 这个所有圣贤的愿望 我都愿意帮着实现 掌声一下 那么你们是有福 你们是天主教徒 你们是基督教徒 你们是佛教徒 你们是道教徒 你们是拜神的 你们是什么都不信的 只要愿意被接引 都可以去那个通道 施加木尼传下的接引法 把所有的南方佛 北方佛 东方佛 西方佛 八方佛 上下佛 在经中都告诉你 它叫什么名字 因为你可能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你一听药师佛的名号 你就想去 对 那你就是过去试修过那个净土法 想去东方药师佛的净土 流利净土 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一个八佛颤 八尊佛 实际上我们从古道经成佛的数量无边 那么大众要升起 广大圆满的方便为究竟心度 这些有缘众生 你只要想到他们 你只要想到七十父母 你只要想到你的列祖列祖 你只要想到蚂蚁 想到昆虫 想到玉霞蟹 想到所有的畜生道的 恶鬼道的 地狱道的 你的心要动一下 这个我在文字上解密 念念不忘的念 上面是个命令的令 下面是个心 你的真心要知令 知令这些众生觉醒 跟着诸佛菩萨下来的无量光丝线 吸铁石带着神石飞升 你只要有这么一个知令心念 过去七十父母 你们去吧 过去的所有和我有缘的众生去吧 地球上所有的众生 六道众生去吧 这个心念 吃令 吃令 你跟他有量子纠缠 你有基因的纠缠 你一吃令 他就好用 大量的众生就被超赌走了 后来你们中间有个师兄弟 你们得感恩他 他说师父啊 你不能够只教想着一生成佛的人 这个苦难众生太多了 他们只要愿意亲近你 你都要给他们机会 给他一个掌声 所以后来我发现 我之前比较偏重于寄身成佛法 我是不想浪费时间教那些没用的人 后来我这一发现 我大悲心不够广大圆满 人家提醒我了 这法界 他这应该是我的个大护法吧 他来提醒我 他说你不能这个样子 这个苦难众生太苦 这确实是 关法界众生 六道众生 包括你们都太苦 说是你不行不行 所以说刚好时空 他也在转变 下来接引法的力度很大 那么又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时空隧道 那么这刚好还有二十年的望运 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来推广这个建议法 所以这个法会结束以后 休时间教你们两部法 一个是长寿佛法 这个把所有的疾病 所有的不顺 怎么去去除掉 这个长寿佛的灌领长寿佛法 那么第二部是殊胜的 就是你们要做接引道人 这个叫接引佛 叫做接引道人 接引道人不是一个 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能够修成Po 修成千石 那你们修成了以后 你就可以帮助有缘众生千石 这包括已经过世的亲友 和你有基因纠缠 你都可以用千石法 帮他把神石迁移到诸佛净土 诸圣者净土 所以这部法也要赶紧传给你们 这叫千石 在这个密藏里面 它叫破瓦法 破瓦法 那么这跟时空有关系 时空的变化有关系 因为你们是真正实修实证者 被接引的是你们的亲朋好友 和过去的妻子父母 和妻子父母相关的所有的众生 和你们基因纠缠相关的无量众生 都是你们应当被度 被你们度的对象 所以大家要升起 稀有的求法心 修法心 炼法心 成法心 成就这些破瓦法 成就这些长寿佛法 然后你就可以真正地 做接引道人 接引菩萨 活着接引大量的众生 踩着你的肩膀 踩着你的头顶的光 升上去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